十号拼死也要找出传闻中的六道轮回天宫 因为他深知这是祈祷灵穷奇一生所追寻的东西 书接上回在六道轮回天宫的经文传出后 又有五位天神书院的年轻强者进入到了太初古矿中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先前被十号暴打的第一批学员 然而在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第二批学员并不相信这个事实 他们本就是属于竞争对手的关系 所以认为对方是在算计自己 并且说到就凭下届的那个荒也配来到九天十地中胡闹 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你们是怎样受伤的 可就在这时突兀的脚步声响起 几人回头看到了目光冷冽的时候 而后十号霸气地说道 我懒得和你们废话 我要在此闭关 你们封印住自己 我们可以相安无事 一位白发青年冷哼道 真当我们是软柿子吗 竟敢让我们自封 十号见对方不知好歹 背后冲出上百根金色柳条 化为神恋杀相的对方五人 这一战同样没有任何悬念 虽然有一人修出了两道仙气 但却仍然无法抗衡时候 片刻的功夫 地上又多了五个俘虏 十号非常纠结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若是直接斩杀有些不妥 若是不杀又对不起他们那张肆无忌惮的嘴 最终十号将其全部打残后 就放在那里不管不顾了 并再次开始进入保持中修行 不久后 九黄炉再次顿走 重新回到了古矿之外 连续两批学员失踪 结果浑火未灭 两位长老也是彻底懵逼了 然而天神书院的其他天才们坐不住了 他们猜测这些人下去之后 已经开始参悟古今 所以迟迟没有回来 很快第三批学员开始动身了 但结果同样再次消失 这时所有人都感到了大事不妙 可他们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长老严厉地说道 绝对不能放人进去了 那里面太过于恐怖 古矿中 十号看着遍地的俘虏 他有些不耐烦了 天神书院的这群家伙可是真有毅力 既然惹不起 那还躲不起吗 十号在将这群人打成猪头后 便动身开始前去寻找六道轮回天宫了 很快十号又来到了那片传出颂经声的区域 他依旧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像是一笔力刃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只要稍加用力 就可以斩下他的头颅 不过十号仍然义无反顾的前进 他对于六道轮回天宫志在必得 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师父祈祷林 对六道轮回天宫充满了遗憾 甚至不惜偷是百家 欲创类似的法 结果天下共角 臭名昭著 这本就是属于至尊殿堂的传承 不知为何会流落到这里 十号有着很多的不解 但无论如何 他都要将其带走 不知前行了多久 十号的步伐始终没有停下 但仍未走到颂经声的原地 突然间一双绿色的双眸亮起 恶狠狠地望向十号 那是一只高约百丈的古诗狮孩 甚至还诞生出了少许的灵志 他冲着十号发出了一声咆哮 震得骨框剧烈晃动 天崩地裂 刹那间 十号大口壳血 万灵图浮现出各种生灵与古诗展开对峙 古矿外的众人也被这一声尸吼吓得心惊肉跳 尤其是天神书院中的两位长老 他们都是超越教主级的人物 但面对古矿内的恐怖生灵 仍然感到了心境 没有人比他们更明白古矿中隐藏着什么秘密 而现在有人在破坏 想要让那些秘密重见天日 必定会引出无穷祸患 一位长老甚至低语到 太初古矿葬下了太多东西 或许不该重见天日 而古矿中 十号被那吼叫深圳的蹊跷流血 万幸的是他手持万灵图 身穿雷地战衣才躲过了必死的意见 当那古师看到十号手中的万灵图后 最终消失在了黑暗中 就此不见 十号擦干嘴角的血迹再次前行 不过在路途中仍然有不少碧绿双眸的生灵盯着他 甚至其中还有类似真龙与朱雀的生灵 不过他们早已成为了尸骸 且不久便消失了棕影 这一路有惊无险 十号终于来到了一座漆黑的古建筑之前 十号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古矿中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他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陈列着金书的宝地 可如今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然而当十号推开大门进入黑色宫殿时 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冲击而来 轰的一声巨响 十号仰头就横飞了出去撞在了石壁上 他浑身的骨头仿佛都要断掉了一板 十号感到头皮发麻 这个地方绝对是一道非常可怕的关卡 如果不是雷地战衣守护己身 他多半是要陨落在刚才的冲击中了 在休整了片刻后 十号再次踏入黑色古墙中 强烈的死亡气息让他的身体剧烈晃动 仿佛随时都要截体一板 不过在来到古墙深处后 他看到了六道身影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姿势 像是在修行 又像是在结印 任何艺人都恐怖滔天 显然这一路上所有惊世的气息 都是他们造成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